实至名归的狼王加内特 1995年NBA选秀 加内特在首轮第五顺位被名尼苏达森里狼队 成为从高中直接进入NBA的为数不多的球员之一 一是第一位20岁以下 在NBA选秀中被选的高中生 1995年NBA选秀会上加内特的成长道路上 活塞俱乐部的篮球事务经理约翰哈蒙德是个关键人物 会演独具的哈蒙德在高中联赛中发现了加内特 并将他引入了1995年的芝加哥训练营 加内特一夜成名 就在同年 他在NBA选秀会的首轮中 第五个就被赞尼狼飘走 森里狼与他签下了巨额合同 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桑德斯与加内特第一次全明星全明星赛 MVP常规赛 MVP击败国王 挺进西部决赛 2008年获得NBA总冠军转战篮网落叶归根